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上投资现在相当普及 投资者除了可以透过 网上投资平台买卖股票 还可以进行债券、ETF、基金、期货 及期权等金融交易 有些平台还会提供 小额现金投资服务 或者应用金融科技 例如机械理财顾问服务 提供基金或ETF投资建议 而平台透过游戏花来提升用家的体验 都越来越普遍 网上投资到底有什么要注意呢 我们现在一起看看 有些网上投资平台 提供五花八门的投资产品 在考虑投资产品的时候 大家必须了解它们的特点和风险 扩补符合自己的投资目标 和风险承受能力 市面上有些复杂的产品 例如窩蜷、对冲基金等 结构复杂 条款、特点和风险都难以理解 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 无论哪个投资产品 它们的特点和风险都不尽相同 在网上买卖前 我们一定要做足功课 了解清楚它们的特点和风险 衡量一下是否符合自己的投资目标 和风险承受能力 另外面对一些自己不熟悉的投资产品 就不要人买你又买了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 我们可以在网上处理各种的个人财务 包括开立投资户口 现时本港持牌经纪行 多数都会提供网上开户的渠道 而投资者也不需要 亲身到经纪行签署开户文件 不少网上券商都会采用风险评估工具 例如风险评分问卷 你帮助客户确定自己可以承受风险的水平 投资者做风险评估的时候 应该就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提供准确和充足的资料 因为评估结果会直接影响 之后的投资选择和建议 我们提供资料一定要如实作答 不要为了想买一些较高风险的产品 而去修改已提供的资料 像某些券商 设有机械理财顾问服务 会根据你提供的资料 帮你提供合适的投资建议 如果你提供的资料不准确 或者不充足 就会影响机械理财顾问 给你的投资建议 买东西吃饭 我们会说性价比 其实选择网上券商的道理也是一样 不只要看收费 还要看服务质素 在选择网上平台投资的时候 要留意以下的要点 首先是它的客户服务支援 有些网上券商除了设有电话热线 和电子邮件 还有即时对话 或者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 如果你有疑问 就可以即时帮你解决问题 另外也要考虑它们提供的增值服务 例如市场资讯 市场数据和分析 这些可能会帮大家做投资的功课 使用网上投资平台前 我们要了解所提供的产品 服务、条款和细则 以及涉及的各项收费 另外也要留意客户协议 会否包含一些限制客户权益 免去营运机构责任 以及对平台所提供的服务 构成失实陈述的条款 我们也要留意 网上投资平台的网络保安 例如就客户登入帐户 实施有效的双重认证 至于使用网上平台 进行投资的时候 必须注意网络安全 切勿使用不属于自己的装置 或者使用公共网络 连线下单买卖 这样客户可以有机会入侵 损取帐户资料 做网上投资 最怕网上平台发生事故 例如不能提供交易服务 未要筹谋 我们可能需要事先了解 劝商的应变计划 或者安排 最后最重要是看清楚 经营网上投资平台的中介机构 是否持有相关的牌照 大家可以在证监会网站的 持牌人及注册机构的公众记录册 输入相关公司名称以作核实 现在很多人都会用社交媒体 除了跟人沟通 亦都会浏览资讯 近来越来越多的经纪行 会用社交媒体平台作为推广 和沟通的渠道 在网上或社交媒体 看到一些投资的资讯或建议 我们只应该做参考 投资者应该主动了解所投资的产品 最好从销售文件 了解他们的特点和风险 做好功课 特别是网上投资骗案多 有些骗徒为了操控股价 可能会在社交媒体平台造谣 或者散播虚假消息 又或者宣传虚假投资计划 如果不提高警觉 我们就很容易代入骗徒的行政 相信有了这些提示 大家一定可以更聪明地 进行线上投资 资讯由头位会提供